Lio聊世紀 天梯龍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羅馬人對上維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競技場地圖 OK 今天是阿伯出事了 OK 終於來到了出事的環節 那這一把羅馬人對維京人 到底誰先會出事呢 先來介紹一下羅馬人 羅馬人的話是每點一個步兵 防禦的時候會獲得雙倍效果 那到了城堡時代是可以倒成四倍 就是雙防四點 所以他的疾病的防禦率其實算很高的 那羅馬人他的後期主要是打這個軍團長 還有奴炮還有百夫長為主的一個配兵組成 奴炮只要30塊錢 而且可以受益於這個彈道學的效果 而且奴炮的射程最小範圍會縮小 所以羅馬人打起來算是比較 偏步兵騎兵跟奴炮入線 但由於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他後期還是很容易被投石車給壓制住 所以這時候就要靠百夫長來撐場一下 接下來介紹一下維京人 那維京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步兵血量是非常多的 而且他有免費的輪軸技術跟手推測 可以讓他成為遊戲裡面 經濟前期數一數二好的文明 讓他可以迅速3TC開農 不用再去想額外的經濟科技 就是一直農一直爽的文明 那維京人呢 後期有這個11弓的強弩 這個維京狂戰士幫 後期的維京狂戰士再點下酋長 也可以對起兵造成額外的傷害 而且還可以用步兵擊殺村民 跟生女貓車隊時獲得額外的黃金 所以維京人打法還是比較偏步兵跟弓兵為主 前兵路線稍微廢了一點 沒有品種也沒有三級馬鎧 但是在團戰情況來看 打這個重裝騎士 經濟更好的情況下 可以數量壓制敵人 只要前面打得好 繼續爆騎士 後面帝王轉步兵 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升級方式吧 那今天是大年初四 初四的話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把 兩邊都是步兵文明喔 看哪邊會先出四吧 呵 而且出四 每一年出四喔 每一個直播塔 都會打這個 阿伯出四了 以前我在Twitch直播室 也會把這個標題喔 打這個 出四了阿伯 提醒一下大家喔 已經過年過一半了 都已經出四了 好 這邊圍進來的是四個人種果子 右邊也是四個人伐木 現在是九個人吃豬肉 吃好吃嘛 家裡也是喔 在吃豬肉的人很多 九個人 這裡才開始剛伐木 第二個伐木場 左邊有四個人伐木 這邊伐木數量蠻多的 前期伐木比較多一些些 好 這邊已經灑農田了 好 這邊有注重一個細節 那為什麼他灑農田 是因為我們頻道有說過 就是吃豬肉跟羊肉的人 盡量不要超過這個 吃羊肉啦 不要超過八到九個人 七個人或六個人 八個人我覺得是極限 因為你村民越多的時候 他越容易卡住 反正你讓村民先去灑農田 前面的經濟才不會互相卡來卡去 會造成村民一直走去 讓你的經濟獲取量變少 所以這一點算是小小的細節 好 那這邊是八個人 我覺得八個人還可以 因為我也是八到九個人在吃豬肉 羊肉也是六到八個人 少至五個人或四個人 好 那這邊經濟配置蠻正常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兩人挖金 那兩人挖金是因為不用點織布的關係 維京人是可以 不是維京人 經濟場是可以偷織布的一個地圖 這邊是打了一個23加2 升級上去的流程 那羅馬人是打一個25P 25加2 那維京人理論上 我會快個一分鐘左右 升到城堡時代 這裡補了馬舊 可以打一個正常馬舊開 當然是維京人沒有打馬舊 這邊點了一個一級農田 直接補了一個司機在後方 點了一級伐木帝王城堡時代 那這邊時間上是快了快 沒有到一分鐘 大概四五十秒 那兩隻村民的差距 27對25 兩邊都在探地圖 這裡開始按肉馬了 那羅馬人這邊可以按一些肉馬 待會升到城堡時代 就可以點清奇兵的升級 那這裡要存一些木頭 待會要開TC跟修道院 那清奇兵也不會馬上升 會看情況去升級 我會見這邊是直接鬼轉槍兵 那重裝長槍兵會不會升級 就要看對方有沒有升清奇兵 沒有升清奇兵的話 槍兵斗力稍微可以頂一下 是問題不大 這邊是補了2TC 單修道院 抽掉這隻 這隻肉馬被集火點掉了 那維基兵這邊是可以先拿到兩個生物 應該是沒問題 兩個生物都偏 偏家裡 而且有槍兵防守 應該是問題不大 好 那修道院這裡可以按生旅 30雙TC 開農 羅馬人這裡要趕快再補 第三個TC了 好 這個位置 OK 當然就可以挖石頭 維基兵這邊要趕快下TC了 農田來到14片田 有點稍微偏多 可以下了 要補這裡嗎 還是要補右邊呢 補右邊這個位置 好 左邊生女看到赤猴 稍微著想一下 好 這邊終於看到這隻 生女 放到裡面了 哇靠 他這邊撿完生物沒有先放繼續了 反正是放在門口 然後趕快去撿第三個 圍巾這邊撿的生物 撿的蠻細心的喔 好 好 我馬人這邊也拉了一隻生女過來 好 補一下血 這些殘血的刺頭 來一下 冥土追魂 把這個血量給我 拉回來 好 第一兩隻槍兵 好 羅馬在前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個冰工廠應該是先點下去了 好現在是三個生物 那羅馬這邊是兩個 OK 三對二 圍巾暫時優勢 那經濟上來說也是圍巾有優勢喔 現在已經有手推車二級伐木二級農 那羅馬還沒有點下輪軸跟手推車 那圍巾這時候的優勢喔 非常巨大 免費的手推車跟輪軸就可以讓這個村民差距喔 跟經濟差距給拉出來 好 當然羅馬人沒有要跟你開農喔 他知道跟你走開農路線我不划算 那圍巾人這邊早早就開挖石頭 直接拉了九個人去挖 這根堡可以順利蓋出來 後面可能要再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去防止衝車直接硬衝喔 不然就是要補一些 這個圍巾狂戰士 好這邊你竟然看到城堡 先飼掉生旅 還有一隻來得及嗎 啊沒有辦法 好後面又補了一根城堡 雙堡這裡買賣買了一些資源 賣了三百石頭花了五百多黃金 雙堡防禦 看這好像有點落入羅馬的陷阱 羅馬這邊已經點帝王時代了 但我竟然剛剛因為一波操作買賣的關係 支援量稍微下降了一些些 帝王時代需要再多一點買賣喔 才可以點 賣了兩百木頭 OK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跟一擊一射 三台陀石車還在拆除作業 那目前陀羅馬有這個控圖的優勢了 那維基人暫時要打回去的話 直接出圍巾狂戰士就好了 兩棟城堡量產起來其實還蠻快的 所以他這邊要升劍兵勇士還有一段時間 要從裝甲步兵慢慢升上去 裝甲長劍雙手劍勇 升級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但優點是喔 這個劍兵勇士有軟甲技術的關係 比較耐抗箭矢 而且血量上也比維基狂戰士的血量還要多 但維基狂戰士可以是馬上速成 而且移動速度比劍兵勇士還要快 所以更有利弊阿 所以不是說一定是打能兵種一定好 但遇到攻勁文明的時候有軟甲技術 提升確實比較耐抗箭矢 存活率比較高 這邊蓋好保 這邊這個石頭區 直接硬蓋 想要阻止對手來挖這個金礦 再來可能要趕快按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出個衝撤 或是趕快巨頭開拆 好 維基狂戰士已經殺了出來 看一下這一波操作 維基狂戰士在後方 開始往前拉 右邊的副兵過來 在羅馬的已經轉出了長劍兵 看來要走軍團兵路線 軍團兵還有10秒鐘就升級好 長劍兵暫時是打不過維基狂戰士的 邊體質上本來就是輸給對手 邊只有9點傷害 但變軍團兵只要變成12加4 攻擊力直接到了頂端了 防武也是正常的2加4 雙防6 那羅馬人要趕快點一下野戰軍 第一下才會有這個額外增上效果 然後再按一個擺呼掌 會有這個靈氣BUFF 但這個比較細節操作的部分 以單純爆軍團兵來說也是夠用了 軍團兵造價也是很便宜 好 雀星頭11炸起來 好 維基狂戰士對上軍團兵 兩邊的策略都是一個步兵大戰 但維基狂戰士選擇了點下金銳狂戰士 OK 金銳狂戰士生下去之後 血量會提升到起4滴血 那攻擊力是14加4 18點跟遊俠傷害是一樣的喔 那軍團兵的話 稍微攻擊又可惜了一點喔 你要點這個野戰軍之後 軍團兵才會有點優勢喔 但維基狂戰士這裡也沒有防護上的特別優勢喔 人家是近戰防禦武 那你是 軍團兵是6點 所以羅馬真的要打贏正面 這個野戰軍喔 要趕快補下 不然只能用數量壓制對手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兩邊的步兵互打 這兩邊的血量都掉得很快喔 但右邊的軍團兵數量比較多 開始擰壓軍團這個維基狂戰士回去了 哇 75滴血打氣4滴血 兩邊血量只差1滴 但是維基狂戰士明顯扛不過 軍團兵的數量壓制 這就是軍團兵嗎 太噁心了 數量好多啊 哇 這個城堡也在耍費 這邊射這個石牆 趕快點城堡來射軍團兵 哇 結果自己的維基狂戰士被敲爛 但還好左邊有爭取到一點時間 慢慢推得出來 好 有更多軍團兵走出來了 這裡還沒有點下野戰軍喔 但支援量差不多可以點了 800多 弱了 這裡稍微囤一下支援 野戰軍點下 好 五下野戰軍了 好 神秘技事業部了 待會量產軍團變速度就更快了 羅馬人這邊一直在卡人口 不知道為什麼 怪怪的 這時候應該要200人口了 結果還在這邊卡 好 這裡稍微收村 這時候維基人終點下了三攻 剛剛缺了兩點傷害還是差蠻多的 羅馬人找到就把這個雙綁跟公子一都點完了 不夠快 好 野戰軍終於好囉 這樣傷害就來到了12加9 地下會多5點傷害 而且生殘速度也會有提升喔 好 那這邊用野戰軍打地下的外增傷效果 可以打一個遊擊戰也沒問題 打正面衝鋒也OK 量產速度也夠快 所以如果你喜歡玩哥德爾景坦的話 那你可以選擇羅馬人 大量軍團兵一直往前A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 軍團兵這邊一直量產很快 哇靠 前面打完後面又繼續上來 這就是羅馬大軍 太可怕了 我已經狂戰士明顯沒有辦法有獲得巨大的優勢了 好 那我已經狂戰士雙防5 再上雙防6的軍團兵 血量還差一滴血 攻擊力地下差了一些 但只要多打一點的話 16點的軍團兵傷害 我們打的隱軍 狂戰士18點傷害喔 那以狂戰士的造價來說 應該是換不宜軍團兵的喔 照理來說是這樣子喔 換久喔 還是會虧的 而且 圍巾的球掌科技打步兵也不會有賺錢效果 如果打對方步兵也會有賺錢效果的話 每一隻都賺5塊錢可能就還來打的回來 哇 直接被喬爛 軍團兵的效果太好了 不過來是這樣子 我已經狂戰士跟羅馬的軍團兵了 我可以再想 兩邊打起來應該還是羅馬比較強 不過來是這樣子 雖然傷害上差了2點 12加4跟12加4 16對18點 但軍團兵有這個 生產加速 第一個軍隊刀還會加5點3塊 再來一隻百夫掌的話 這個靈氣加成 又是另外一回事 OK 三台巨猴繼續攻城 圍巾人沒有其他想法 那其異這個階段來說 羅馬人這邊出奴炮啊 或者是圍巾人轉頭石車 都是一個比較好反打回去的方法 但羅馬人這裡也沒轉奴炮 圍巾人也沒有轉頭石車 可能兩邊都講好 只打步兵 only步兵 有沒有可能 裡面按的是頭石 另外按的是衝車 也沒有按頭石車 或是奴炮 OK 這裡把所有的木頭賣掉 買了1000木頭 換了343塊黃金 剪下了三級色 後面軍兵頭石機 開始在拆除野外的圍箭建築 所以野外的建築都要被拆光了 圍巾人這邊 擁有個問題 就是量產 這些圍巾狂戰士的速度 並不是很快 我想軍團兵 一瞬間就 嘶 就全部生產完了 你看這個 17個軍營 Holy shit 這就意味著 即使羅馬人 一事損失了17隻軍團兵 馬上可以生產這17隻出來 好 讓圍巾狂戰士在拆加速度很快 好 兩邊軍團兵又再次開打 把大量步兵兩邊敲在敲去 這面軍團兵想要再次突圍 圍巾狂戰士這邊稍微有點 出血的防守漏洞 這塊圈有點打不開 上面已經開始落敗了 上面圍巾狂戰士想要突破 軍團兵的防守 但是敲到一半 就被軍團兵給防住 等圍巾狂戰士有移動速度的優勢 馬上就貼到了後面的巨型投石機 巨型投石機三彈 全部被拆掉 但是圍巾這邊是損失了自己 所有的圍巾還在四 哇 這個排成排到天荒地老 趕快補下地四棟城堡 這個量產速度才會再更快 但是自己的黃金也不夠多了 目前野外的黃金是由羅馬人控制住的 哇 這個石頭跟黃金貼在一起 一個礦場敵兩個 算爛了 左邊挖石頭村民被抓掉 這裡趕快再拉回來 城堡有要補嗎 OK 補在了後方 這時候羅馬頂下了公會制度 然後再拿到一些更優惠的價格 好 圍巾狂戰士 開始慢慢補回了數量 但人口的空隙還是有點多 好 羅馬人點下了銀罐 多重奴 有想要打奴炮的意思喔 多重奴可以增加奴炮的攻擊速度 好 那這邊是點下了耕種技術 好數也點下了 大會可能是有想要轉馬嗎 還是要點個百夫掌出來 來幫自己的軍團兵上槍buff 好 狂戰士這裡補到了71隻的數量 已經滿一隊了 一隊的話是60隻 好 那目前軍團兵的數量也是70隻的數量 兩邊都是125村左右 所以最大軍隊就是70 因為你還要含工程器 所以數量不太可能會一直維持70隻 好 分兩隊操控囉 那如果是星海玩家的話 現在這邊分兩隊操控應該是更有利的 所以4E立國的玩家都是 一隊A過去然後打多線 而星海玩家的話 多線操控跟分兵 分兩隊操控的技巧就會更多一點 好 這邊我技能補下的化學 難道要鬼轉強奴嗎 攻兵鎧甲也在提升 這時候再轉強奴可能會來不及喔 現在沒有太多黃金可以轉了 轉戰錨嗎 戰錨也打不動軍團兵的喔 遠防是6點喔 戰錨兵是3加4 7點傷害 戰錨兵頭一發都是一滴血 好 左邊這邊再次偷偷出來挖 情況都被羅馬大軍給挖完了 現在羅馬人有非常豐厚的黃金庫存 但是圍巾有3個聖物的黃金優勢 那以現在狀況打起來喔 應該還是羅馬人會贏阿 羅馬人這邊的黃金跟肉類庫存非常多 即使這一隊全部被換掉喔 還是能打得贏 後續的資源交換 好 這裡又有一個大戰開始互打 兩邊的血量是5000多滴 後面有兩個洞城堡 圍巾城堡在幫忙輸出傷害 但是這裡有 暗雷茲百夫掌在後面幫忙刺氣灌入 增加一下軍團兵的攻速 但是看起來好像有點夾不太住 圍巾在這邊直接被打趴 打出了聚聚 哇 軍團兵一出來 哇 百夫掌一出來 軍團兵 直接BUFF上好上滿 太蠢了 OK 他們一開始進入閒聊模式了 幹嘛幹嘛 還要再出去打嗎 別了吧 這兩邊真的是在玩 看來他們兩邊是認識的 好 但兩位玩家呢 也是幫我們實測了 維京狂戰士跟軍團兵喔 好 軍團兵還是比較有更多的操作 還可以增加用這個百夫掌 好 增加一下這個靈氣效果 好 會竟然應該是放棄了 沒有再出兵了 好 這邊直接投降了 最後是318軍團兵 對上三靈氣的維京狂戰士 最後真的是出事啦 好 羅馬人經濟來到了8萬7千 後期的羅馬經濟真的是很好 前期的經濟看起來不怎麼樣 但後期就是經濟是噴發成長 那軍事方面的是 羅馬人拿到1.20的KD 維京呢稍微輸了一點點 但維京氣算率一直都是不差的 因為他前期的經濟很好 水球會滾得很快 但是在經濟場來說 雖然也是一個開農地形的一個 地圖喔 但他的經濟在這種存農的地方 反而並不是這麼有優勢 因為你打到大後期 維京沒有這個 火炮啊 火槍喔 後期的科技路線稍微弱了一些喔 打起來其實並不是非常強 後期如果真的需要一些遠程單位 還要轉這個維京狂戰士幫的這個強度 所以這個經濟升級喔 會有點困難一點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